十二明報 追溯電話滋擾美府獲賠179萬時代華納有線數月致電八次 2015年7月10日國際A34美國一名女子女租時代華納有線的追溯電話騷擾 不聲其煩,決定入品索上,法院裁定他可獲22.95萬美元,約179萬港元 以作補償,案情MH指出,居於德州的阿拉切尼,金拉斯列瓶在2013年7月至2014年8月間 153次接到來自時代華納有線的自動撥打與錄電話 追討微巧交的服務費用,不過債主並非阿拉切尼,而是一名曾用過其手機號碼的時代華納有線客戶 雖然阿拉切尼已向時代華納有線投訴找錯人的問題,並要求將其電話號碼列入停止致電名單 但問題一直未獲解決,他去年入品,要求時代華納有線賠償 公司搞錯債仔營不停致電法院指出,時代華納有線嚴重觸犯1991年通過的電話消費者保護發貪 而且在阿拉切尼入品後,仍致電他74次,處理態度極為惡劣,故決定將賠償金額增加兩倍 每次來電賠償1500美元,合計22.95萬美元 法院指出,時代華納有線數月內重複致電過百次, 及不去搞清楚致電錯誤對象的原因 時代華納有線稱,研究判持後決定是否上訴 美國爭於2009年立法,規定隨問卷調查,政治或慈善活動外,採用自動撥號推銷者必須事先獲得致電對象的書面同意 聯邦貿易委員會隨後宣布會打擊藍用自動撥號推銷的個案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